嗨各位 是的沒有錯 今天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也非常期待的一個吃播 它就是 樂牌的吃播 是的沒有錯 這個樂牌呢 我是在Costco買的 那它其實也是跟這個Fridays合作 然後我之前其實就有吃過了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今天就想要拍一下它的吃播 然後我還準備了生菜 也是在Costco買的 這個生菜的話 它就是一整顆 然後你就把它 播一播播一播 然後你可以把 上面的葉子 跟它的筋分開 葉子你就可以拿去包那些豬五花肉 然後筋的話你就可以沾沙拉醬吃 那我今天準備的醬也是在Costco買的 就是這個貝煎胡麻醬 它的味道有一點鹹 但是配上身材我覺得非常完美 那這個豬樂牌的價格 這樣的份量差不多是 400多塊 我覺得呢 我覺得是合理的 OK以上 那我就開吃了 先從樂牌吃起 看一下各位 這個樂牌呢 它本來就有附醬了 你烤之前要先淋上去再來烤 試一下 也是這種美式炭烤醬 甜甜酸酸 我的最愛 而且很棒的是它的肉真的是很軟很綿 它沒有到什麼入口即化 但是 至少它吃起來是 不需要太多的咀嚼 它是很綿密的啦 OK 一根就這樣消失了 這個真的是好吃 我相信應該也滿多人吃過了 我覺得真的是好吃 不行 下一根 你說我看YouTube那種 美國很道義的BBQ 他們那種樂牌真的是很猛 那個肉是直接 可以這樣推起來 這個的話還不行 OK 吃完兩個 吃一片生菜給大家看 相當的便利 整根進去挖一個 OK 然後 丟出來了 太大了 樂牌 和聲音 哇 哇 這個醬真的是好吃 但確實它是有點偏鹹啊 所以你一定要配一點菜 有搭配醬的時候這種菜吃起來就是特別好吃 剛剛的脆 繼續吃熱排 我熱排沾上這個胡麻醬好了 BBQ的醬味道更強一點 所以沾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這個是肉 喔 耶 耶 再來吃菜 我這個菜量差不多是一顆的這樣 嗯 濃 然後鹹味很明顯 然後又香 相當的好 熱排 你在烤的時候要記得正反面都要抹上那個醬 再來沾一點這個醬 這一次沾了很多 不同風味啦還可以 OK 突然就剩下兩塊肉排了 其他一整份差不多這樣的長度吧 老實講 沒有很多 所以一個人要吃完 可能會有點飽 但是如果你有配一點生菜 就穩了 現在把這個菜吃一吃 因為這個配醬真的是好吃 是啊 這麼大隻 它上面這邊就是一大片葉子啊 那片葉子你就可以折掉 然後去包住花肉 絕配 突然變成這個生菜的吃播 但是老實講如果沒有這個醬的話 我應該不會吃這個菜 這個醬真的是幫助很大 讓它變好吃很多 再吃個熱排 熱排的肉就是嫩 小根的菜 然後兩片餐跟一個熱排 這就是最中心的那一種 最後一個快樂排 最後一個快樂排 一口肉一口菜 五安食 飽 真的有一點點飽 我建議各位可能 不要一次全部吃光 可能可以分兩次 但對我來說還OK啦 我覺得就是很舒服剛剛好 然後配上那些生菜 那個菜真的是很脆 而且很新鮮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胡麻醬 好不好 Costco買的 好像叫什麼背煎胡麻醬 配一些蔬菜類 我覺得真的是很適合 整體裡面就是好吃啦 沒話說 這種熱排 美式炭烤的味道 我的愛嘛 然後它的肉質 有油有嫩 吃起來就是爽嘛 沒有別的 OK那就這樣啦 感謝各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